我们来看审计证据的适当性 审计证据的适当性是对审计证据质量的衡量 它包括相关性和可靠性 只有相关且可靠的才是高质量的 必须要同时有相关性和可靠性 什么是相关性 相关性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一种逻辑联系 我以前看过很多蒙大家的小故事 比如说现在有一只熊 它从20层楼摔了下来 咚就砸在地上 请问这个熊的品种是什么 各位同学就会说了 老师你这个问题好像毫无逻辑 你说这个熊从楼上砸下来了 我还能通过重力加速度算一算 这个熊掉下来花了多长时间 但是你问我这熊是什么品种的 这问题跟你给我的提设条件没有任何关系 对吧 就不具备相关性 同理啊 这个相关性就是只用作审计证据的信息 与审计程序的目的和所考虑认定的这种联系 它主要是一个内在逻辑联系的体现 用作审计证据的信息的相关性 可能受测试方向和审计程序的影响 先来看测试方向 测试方向呢 我们有正向追查 也有逆向追查 什么是逆向追查呢 我们说它就是由账到正去查高估 账啊 我们其实指的是账簿记录 正呢 我们指的是原始凭证 那我们由这个账簿记录查到原始凭证 那查的是什么呀 查的是高估 它只能够发现存在或者发生认定的错报 它不可能发现完整性认定的错报 我问你啊 你从这个账簿记录追查到原始凭证 相当于我们先从这个账簿记录上面 先选上一些交易 对应的去看看有没有证据支持 有没有相应的原始凭证 那你从账簿记录上面选的交易 是不是代表它一定已经在账簿中进行了记录 你是不可能选到那种账簿上没记录 但实际发生的交易的 那自然你就只能查到账面上有 但实际上没有证据支持的那种交易 只可能查到这种账面上记了实际没发生的 违背了存在或者发生认定的这种错报 好 那么比如应收账款存在认定 我们就从这个账簿记录当中啊 选择一些应收账款的交易事项 然后对应的去追查 追查到什么呢 就追查到它的一些出户单啊 等这些原始凭证 证明它的货物得到了一个真实的流转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那对于我们的正向追查查的是什么 从原始凭证到我们的账簿记录 从这个原始凭证到账簿记录 其实就是真实发生的交易 我手里已经有这个货物流转的相关信息了 我就看账面上记载了没 那我更适用于发现完整性认定的错报 但是呢 它不适用于发现存在或者发生认定的错报 毕竟啊 我现在从原始凭证出发 就代表这个交易肯定是真实已经有了 有这些证据支持了 我只能查到真实发生的交易账面上到底有没有 那如果账面上没有 就代表账面少记了 账面比实际低是一种低估的情况 但如果说真实发生交易账面上记载了 代表没有错报 但你不可能发现那种说虚构的交易 然后没有真实发生在账面上记载的交易 对不对 比如像应付账款 对于这种负债 我们更关注它的一些完整性认定的情况 那我找什么 我就可以找它的那种真实交易记录 比如说它有供应商对账单 拿这个供应商对账单呢 你就去账面上看 说这个已经跟供应商对过账的 供应商认可的对账单上的交易 在账面上是不是都体现出来 你就对应到应付账款 明细账上去进行一个对 好那经常有同学会说啊 这个正向追查和逆向追查 如何更好的去进行记忆呢 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记忆方法 我们现在呢有一个钟 那这钟啊会滴答滴答的往前走 那我们就沿着这个时间轴 发展方向去看 我们在会计的这个处理上 要求是不是先有这个真实的交易 我们先有这些真实的凭证 之后呢才会对应的做账簿记录 如果说啊没有真实的交易发生 你就直接做账簿记录 就是虚构啊对不对 按照一个正常的处理来看 沿着时间轴的方向 我们是不是应该是先有这些原始凭证 之后才有账簿记录的 对吧 好如果你沿着时间轴的方向 按照正常的时间顺序去追查 我们就叫正向追查 就是从真实凭证 追查到账簿记录 你看是不是按照时间轴的 发生顺序来追查的 叫正向追查 那就是从正到账 那我们这就是正向 那这个从正到账的正向 针对的是什么问题 就是有真实发生交易 账簿记录上记了没啊 所以这个正向 我们针对的是一个完整性认定 那逆向是什么意思 逆向是逆着时间轴往前追溯 也就是说我从账簿记录往回看 看看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原始凭证 进行支持 OK 那我这个账簿记录往回看的话 不就是逆着时间轴在看吗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是逆向追查 那逆向追查我们针对的是什么认定呢 因为我们是从账簿记录出发 就账面上记得实际上有没有 那针对的就是发生或者是存在认定 更为恰当 就是把这个正向和逆向 把顺序捋顺了 把针对的认定再落实了 那有的时候题目中会提到正向或逆向那种措辞啊 但要想一下 不要把它给搞错方向了 好 审计程序的考虑 那我们在这里呢 明确一下控制测试跟实质性程序的一个概念 控制测试啊 其实它就是来看被审计单位的规章制度 是不是得到有效运行的 我们认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如果说规章制度得到有效运行的话 往往不太爱出错 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的提供保证 可是呢 你验证的是一个规章制度的运行有效性 它是不能直接发现错报的 它也不知道这些报表啊 会计记录上啊 它做处理到底对不对 它就是评价内部控制 在防止或发现并纠正 认定层次重大错报方面的运行有效性的 它不能发现交易余额列报的重大错报 而实质性程序是什么 是落实到交易上去 明确错报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比如说你给我一笔销售交易 现在呢 我去检查它的销售合同 检查它的一个出户单 和相关的物流信息 对吧 然后我们看后续的一个回款情况 发现这笔交易啊 实际上就是100万的交易 账面上可能寄了120万 我就可以说有20万错报 它是有这种支持性的证据 落实到具体的这些交易上 我们可以验证的 就旨在发现认定层次重大错报 包括细节测试和实质性分析程序 专门用于发现交易余额列报的重大错报 这个细节测试呢 有多种程序可以用 像询问观察检查 包括像我们的寒证重新计算都可以用 实质性分析程序呢 其实就是只有分析程序 那我们来看一看审计程序这个部分 特定的审计程序可能只能为某些认定提供相关的审计证据 而与其他的认定无关 我们知道他不太可能每个程序 涉及到所有认定都能提供证据的 但刚才我们还讲说在测试方向上 我们在不同的测试方向的追查上 都是只能针对发生认定或完整性认定 他也不是针对所有认定的 像我们检查期后应收账款 收回的记录和文件 那如果说A公司欠备审计单位100万 我在审计的时候发现 在第二年年初 A公司就把这100万还了 给备审计单位打钱了 有这个打款记录 那我是不是能够证明 当时A公司应该真的欠这个备审计单位100万呢 如果没有真实的欠款存在 不可能平白无故给你钱吧 那我们往往就可以证明说 这个被审计单位确实拥有这样的一项债权 那我们这个应收账款收回的记录和文件 就可以提供有关存在和计价的审计证据 对于存在来讲呢 就是这笔签款真的存在 对于计价呢 比如A公司确实还了100万 计呢也当时账簿上记录的是100万 那没什么问题啊 计的也对 但是未必提供与截止测试相关的审计证据 那对于这笔应收账款 它会有对应的什么 它会有对应的收入 我们对应收账款 它不提截止认定 但是呢 它与之相关的营业收入是可以提 是不是违背了截止认定的 那你说这笔应收账款真的存在 这笔交易也真的有 那同时它这个计价也没有错 能够证明它记录于正确的会计期间吗 不能 因为刚才我说的是 我在第二年年初看到这个回款回了 但这笔交易到底是第二年年初发生的 还是说我们当年审计的这个期间发生的 很难说 你看那我们想要对于收入的截止认定 提供证据 就提供不了了 第二是有关某一特定认定的审计证据 不能替代与其他认定相关的审计证据 像韩正回韩能够证实应收账款的存在认定 但通常呢 就不能证实应收账款的完整性认定 因为一般在这个韩正上 常规的一个发韩方式 都是要求对方回韩 然后在韩正当中会列明 被审计单位的相关数据 列明相关的一些资料信息 所以一般那个都是针对存在认定的 账户上记录这个金额 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呀 然后对方去给一个回复 主要是针对存在认定 那一般就没有很有效的针对完整性认定 如果你想通过韩正解决完整性认定的问题 往往呢 我们都是需要一个专门设计 才能有针对性 否则的话就起不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第三 另一方面呢 不同来源或不同性质的审计证据 可能与同意认定相关 我们在银行的这个部分 往往都会做更多的工作 因为啊如果你有一个真实的银行对账单 你就知道这个被审计单位交易的真实流水信息 那他的这个资金出来进去的都能看着 我们可以从这个对账单的浏览上 找到一些异常交易 然后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一些追查 所以我们就会考虑到银行对账单是否是真实的 我们先会要一个银行对账单 这被审计单位呢 从银行系统当中打印出来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会根据这个对账单的相关信息 对银行去进行含证 然后对账单上写了 这被审计单位期末余额500万 我们再从这个含证上回函得到的也是 期末余额确实有500万 跟账簿资料一对比啊 确实账簿记的也是500万 那都是验证存在认定的 这相互验证以后证明力更强 我们可能会更加信赖他对账单的相关信息 以后呢对对账单的流水 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审计工作 好同学们 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有关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这部分内容 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受其来源和性质的影响 并取决于审计证据的具体环境 这个来源和性质啊 比如说这审计证据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我们往往会认为外部独立来源 获取的就更可靠一些 那对于性质来讲呢 这个审计证据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 我们往往就会认为书面的更可靠 并取决于获取审计证据的具体环境 比如说啊这被审计单位 它内部控制到底好不好 像生成一项有关记录的时候 是一个基层员工自己独立生成这个记录 就放在这了 还是说由这个基层员工生成过记录之后 由直属领导进行复合检查确认 最终呢才能够这个文件记录进行保存 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更好的流程 往往要更可靠一些 那我们获取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在考试当中啊 第一种常见的考试方式 就是在主观题中考小案例 考这个小案例呢 就是让你去判断 注册会计师有没有考虑到 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得出适当的结论 比如说我们注册会计师 就一个事项询问了 被审计单位的有关人员 被审计单位的人员给了我们口头回复以后 我们认为啊 他的口头回复很合理 就认为获取充分适当证据了 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我们就会说口头给他回复 他证据的可靠性不足 不能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还有我们注册会计师 在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 没有检查交易文件的这些原件 看的是一个复印件 通过对复印件的检查呢 认为这交易金额等等啊都对得上 于是呢就认可了这个交易 对不对 还不对 因为呢 复印件它比较容易被篡改 可靠性不足 我们应该考虑去检查原件 或者获取一些其他的支持性的证据 你看这都是对于审计证据可靠性的考虑 好那也有说明我们注册会计师 在执行工作的时候啊 并不会对每一笔交易能实施 所有的程序都给实施一页 其实是获取充分适当证据就够了 比如说啊有一个销售交易 那我们可以呢 去询问销售人员销售的情况 也可以观察这个销售人员 在销售过程中 他是如何去进行这个销售流程的 那我们还可以呢检查他的销售合同 发票还有发货的这些出户单 等相关的文件来验证交易的一个真实情况 那一般来说我们更多做哪一种 其实我们更多的会检查他的合同 出户单以及发票等相关文件 来验证这笔交易的实际情况 实际上更多的就是源于我们认为 他这个书面的可能比口头的就要更靠服一些 好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考虑下 能够选择更可靠的证据的时候 我们会倾向于获取更可靠的审计证据 在主关题中注意运用 第二类我们考什么 第二类啊我们就会考选择题 选择题呢是一个两种 第一种会有一个审计证据可靠性的简单比较 那第二种啊就会涉及到 如果我现在这个审计证据之间有矛盾 比如我们检查了销售的合同 发票还有出户单以后 通过跟这销售人员聊天 却发现了不同的事项 因为他的合同等相关资料呢 告诉我们今年卖的特别好 他销售啊是有一个很好的增长的 但是我们的销售人员就说 嗨别提了 我们今年啊大家都拿基本工资 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我们这个销售呢做的不好 全部门的人员啊都非常的穷 都非常的着急 你说你听到这个信息 是不是就跟我们原来的文件资料像冲突了 到底哪个是真的 不好说 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文件资料 认为说啊资料可能比口头的可靠 就信文件资料的 只要有矛盾都是进一步调查 确定到底哪个是真的 这是我们在考试中可能会涉及到的几种情况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些具体内容 就审计证据可靠性高低的一个判断 像外部独立来源的一般就比其他来源的 要更可靠 比如像我们从银行获取行中行回函 这是银行啊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 给注册会计师发的一封信 那这封信就会说明它存在的 跟被审计单位的一些银行存款 银行借款等相关信息 那这样的话我们认为是从独立第三方 获取的一个人证 比被审计单位自己账簿上记的会计记录 要更可靠一些 内部控制有效比内部控制薄弱的时候 获取的证据要更可靠 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公司 还有销售业务 那它的销售业务会有一定的流程 比如说发起这样的一个销售单 那需要进行设销审批 看能不能对客户进行设销 将来呢流转到仓库部门 进行一个出户 然后发货的过程 将来再去有这样一个开发票 并且去回款过程 好 那么如果还有更好的规章制度 这个流程 在流转过程中都有相应的责任人 去完成这个业务 肯定是要更可靠一些 当然很多小公司 其实没有这么完善 有很多小公司 销售员这边谈着 货能卖出去了 到仓库里就拿几个货走了 卖给客户 自己又由销售员直接收钱了 那这种情况下 那个钱最后会不会 如实上交给公司 有没有中保私囊的情况 那交易是不是真实发生 其实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 就是内部控制不好的时候 我们会打一个问号 相当于说 内部控制有效的时候 就比内部控制薄弱的时候 咱获取的证据呢 要更可靠一些 直接获取的 肯定是眼见为实的 比这个间接获取或推论的 要更可靠一些 比如观察 看人的活动 往往就比这个询问 要更可靠一些 文件记录形式 那就比口头形式的 要更可靠一些 像这种被审计单位 有相应的会议 并且进行了这样的一个 会议决议 如果我们能看到 会议的书面记录 比你事后的 问参与会议的人员 做的口头复述 要更好一些吧 原件和传真件 复印件的比较 我们认为啊 原件是不容易进行 图改或者伪造的 因为一改你就能看出来 但是这种复印件 传真件是更容易做伪造的 它可能会有篡改伪造的情况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考到的一个点 就是注册会计师检查一系列文件资料的时候 如果看的是传真件复印件 往往都是没有获取充分适当证据的 我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呢 就是注册会计师可以要求被审计单位提供原件 就可以要求看原件 那如果确实啊 这个原件有一定的问题 然后没有办法看原件 怎么办呢 就实施点别的程序 获取点别的证据 来对这个传真件复印件提供的证据 加以验证 确实没问题 才可以 仅看传真件复印件 我往往都是认为可靠性不足 不能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好我们说到这儿 来看单选题 下列有关审计证据的可靠性的说法中 后悟的是哪一个选项 A 纸质形式存在的审计证据 B 电子形式存在的审计证据更可靠 其实啊 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我们说的是书面比口头的更可靠 但是你说纸质的一定比电子的更可靠吗 不是 因为我们不管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的现在都叫书面形式 尤其是随着这个互联网发展啊 我们更多的开始认可电子形式的证据了 比如早些年 我最开始接触审计业务的时候 我们确实啊 是不认可这样的一个电子发票的 我们就都要那个纸质发票 现在都是电子发票了 我们的很多的冰险单位对吧 都是电子发票之后呢 打出来 然后提到我们的会计评证后面 那我们不认可吗 也肯定是认可的 这都是书面形式 没有明确的说到底哪个更可靠 有很多公司逐渐的开始自动化 或者说我们逐渐的开始电子化办公了 那当然你要认可他这样生成的一些数据啊 对不对 所以A的说法就是错误的 这是我们的答案 B直接获取的审计证据 比推论得出的审计证据更可靠 那肯定是演见为实 这个没问题 C内部控制有效时 内部生成的审计证据 比内部控制薄络时 生成的审计证据更可靠 D是从原件获取的审计证据 比从复印件获取的审计证据更可靠 那我们的答案就是A选项了 好我们继续啊 单选题 下一列各项中不影响审计证据可靠性的是哪一个 A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是否有效 我们说内部控制有效的时候 比内部控制薄络的时候 生成的证据更可靠 那肯定是产生影响 B用作审计证据的信息与相关认定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啊 现在这个被审计单位 它存在这样的一个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呢 我就获取了它长期股权投资的一些相关文件的原件 也进行了检查 那你说这个证据是不是相对比较可靠了 证据比较可靠 但是呢 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 是它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在核算的时候 是不是存在准确性计价分摊的问题 那我证明 它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确实有投资的文件 拥有相关的股权 其实对它核算是否准确这一块 可能关系就不那么大 比如说它主要是体现了相关性 而不是可靠性 那我们B选项是相关性 不影响可靠性 那你就应该选择B选项 审计证据的来源 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影响可靠性 存在形式 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影响可靠性 所以本道题答案呢 我们就来选择B选项了 综合题 ABC会计师事务所首次接受委托 审计上市公司甲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表 委判A注册会计师 担任项目合伙人 审计工作底稿部分内容 摘录录下 甲公司2016年末 应收票据余额重大 A注册会计师 于2016年12月31日 检查了这些票据的复印件 并核对了相关信息 结果满意 现在这个复印件可靠性就不足 不是说你拿这个复印件核对了 没有出现什么差异 就认为是满意的 我们首先要怀疑的是 这个复印件的证明力 对不对 做法是否恰当 卢不恰当 简要说明理由 不恰当 我们应该检查原件 对不对 答案就是不恰当 注册会计师应当检查 应收票据原件 其实从我们考试来讲 各位同学你达到这儿 就已经是满分了 只是还给了一些不同的表述 都可以去予以参考 比如说检查复印件 不能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它也是一种标准 或者你说还应当实施 其他审计程序 光看复印件不够 这个也可以 都是作用的一种答案出现 好 我们接下来还是看单线评 下一列 关于审计证据 适当性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这我们考的是什么呢 就是审计证据的充分性 适当性 适当性呢 又涉及到相关性和可靠性 这样的一个考虑 好 那么对于我们的充分性 是对数量的考量 适当性是对质量的考量 而只有相关且可靠的 才是高质量的 我们逐一来看 A说的是 适当性是对审计证据 质量的衡量 没有任何问题 B说的是 审计证据的适当性的 核心内容 是相关性和可靠性 或者我们换而言之 只有相关且可靠的 才是高质量的 没问题 那对于我们这个 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是说如果这个质量好 那可能需要的数量就更少 因为呢 我们的质量好的情况下 往往啊 我们就只需要一个 最低的样本规模 可能就够了 但并不是说 它可以无限量的少 对不对 毕竟啊 那这个质量再好 我也得有一个基本的标准 不能说发生几万笔交易 抽一笔交易 就足够验证了 那不可能 那对于我们这个 数量和质量当中 数量对质量的帮助呢 要更小一些 毕竟啊 如果质量不好 你数量再多 也没有用 所以C说的是 获取更多的审计证据 无法弥补审计证据 适当性的曲线 翻译过来 数量再多 也没办法解决 质量上的问题 毕竟啊 这审计证据如果不可靠 都是口头证据 再多它也没有用 对吧 所以C对了 D 审计证据的适当性 可以弥补充分性的不足 我们说的是什么 是质量好 数量可能会越少 但是如果质量好 你就获取一个证据 它也不够啊 没有办法完全的 弥补这个充分性的不足 他把这个话给说死了 答案就是 D选项 就质量越高 证据的数量 可能会越少 但是啊 完全的说 质量弥补充分性的不足 这种表述是错的 必须是充分且适当的 审计证据 我们继续来看多选题 下列各项因素中 影响注册会计师 需要获取 审计证据数量的 有什么 这个题啊 就稍微有点绕 需要各位同学来想一想了 第一个直观的是什么 是我们讲的 评估的重大错暴风险 因为风险越高 可能需要更多的数量 这是我们特别直观提到的 对吧 就是我们C选项 评估的重大错暴风险 然后另外一个 它们之间互相影响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审计证据的质量 比如说审计证据的质量越高 所需要的证据数量可能越少 这个质量是通过适当性体现出来的 比如A说的是获取的审计证据 与审计目的的相关程度 那各位同学会想到什么 相关性 对吧 但相关性是不是影响适当性 对 它会影响到审计证据的质量 影响适当性 那影响审计证据的质量 是不是就可以影响审计证据的数量 好 那A我们就可以确定了 相关性是影响审计证据的质量的 那质量是可以影响数量的 A我们也得选 接下来B 获取审计证据的具体环境 还有D说审计证据的来源 我们说审计证据的来源 性质 具体环境都影响证据的可靠性 影响证据可靠性就影响质量 影响质量就可以影响数量 你看这是不是有点绕啊 但是作为一个多选题 A B C D就都要选上了 给我们大思路先来想 刚才我们讲的影响证据数量的内容有什么 两条 一个是重大错报风险 一个是审计证据的质量 或者说审计证据的适当性 接下来你看 A B D都是影响适当性的 以这个方式来判断 所以本道题就得全选上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属于影响审计证据 质量的因素 有哪一个 影响审计证据质量 是从相关性和可靠性 这个角度来看的 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 你说风险高 这证据就会质量受到影响吗 不是 比如说风险高 在执行审计程序的时候 要与考虑 可能需要更多的数 所以A错了 B 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相关可靠是影响我们质量的 与相关认定的联系 那这涉及到相关性 也是影响我们质量的 还有获取审计证据的控制环境 刚刚我们讲了 说控制环境好的情况下 你获取的证据就更加可靠 如果控制环境薄弱 这证据就更加不可靠一些 那它也影响可靠性 对不对 所以BCD我们就都要选上了 因为对于我们的审计证据 可靠性来讲 它受到来源性质 以及具体环境的影响 如果讲到它内部控制 那就是它的一个具体生成 审计证据的环境 也会影响证据的可靠性 好 说到这儿 我们来看第三部分 是评价充分性和适当性时的特殊考虑 第一 对文件记录可靠性的考虑 我有的时候会给各位同学说一句话 就是审计准则既保护了我们注册会计师 又约束了我们注册会计师 为什么 你就看有一些题目啊 你就多读两遍 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这题目的要求 注册会计师是不可能做到的 注册会计师根本就不具备这个方面的能力 你就会发现准则确实不会强人所难 比如说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我们会获取相关的文件资料 我们可能会知道有一些这个文件资料 是有伪造的可能性的 那你说我能不能每拿到一个文件资料 不管是拿到一个发票 还是拿到一个合同 拿到一个出户单 我都要专门的对文件资料的真伪进行见证 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 就是因为它不是我们的专业能力领域 我注册会计师可以说是会计审计领域的专家 但是我不是鉴定这个行业的专家 我不能专门的鉴定一个文件记录真伪 如果却有需要 我可能还要向其他领域的专家去求助呢 对不对 我们提到这样一个理念的话 就是见证业务通常不涉及鉴定文件记录的真伪 注册会计师啊 他也不是鉴定文件记录真伪的专家 咱们擅长的领域是会计审计领域 那其他领域呢 我们并不能够保障自己都能做好 那也不会强迫注册会计师做自己做不到的事 那因此啊 我不用对每一份文件资料都专门鉴定 但是呢 应考虑用作审计证据的信息的可靠性 那不需要你鉴定 你获取证据的时候 这背审计单位自己做了一个小表格 你就盲目的相信他吗 不会 我会考虑这个证据可靠性不足 他给我一个复印件 我虽然不用专门鉴定真伪 我不知道这个复印件的证明力没有那么强吗 我也知道 对吧 就是你获取证据的时候要考虑可靠性 尽可能的获取那些更可靠的审计证据啊 包括考虑与信息生成和维护相关控制的有效性 这样的一些情况 好 那么我们如果识别出异常情况怎么办 现在啊 被审计单位提供给我一个银行对账单 我一看这个银行对账单 上面格式呢 跟我们常见的银行对账单也不一样 这个银行呢 也没有盖章 那这个银行对账单 连个银行盖章都没有 你不知道它是假的吗 一定是知道的 通过我们的常识 就会发现 它是可能被伪造的 如果识别出异常情况的时候 你不能啥也不做 你就得进一步调查了 如文件记录可能是伪造的 注册会计师应当做出进一步调查 比如说看这个银行巡证行回函 有伪造篡改的迹象 要进一步调查 一定是有一个进一步调查 考虑舞弊 必要的时候呢 也可以请专家进行 比如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合同 我拿到这个被审计单位啊 他签订的五份销售合同 我一看呢 这个甲方乙方签字 五份合同 我一看就是一个人签的 那你还不知道 这合同有可能是伪造的吗 你不得进一步的对它进行调查吗 也就是说我们对这种文件记录 可靠性的考虑 你要把握好尺度 第一 不用对所有文件记录 一份一份专门的进行真伪鉴定 第二 你在获取证据的时候得考虑 这证据靠不靠谱 不能说不用鉴定就什么都信 那第三 就是一旦发现异常情况 那必须得考虑这个异常情况带来的影响 必须要进一步调查 好 第二是使用被审计单位生成信息时的处理 这个问题啊 在主关题中我们经常考 在后续的一些章节中呢 还会持续的练到 就要考虑这个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比如说通过用标准价格乘以销售量 来对收入进行审计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到 它这个价格准不准 销售量的这个数据 是不是完整和准确的 要考虑 那么对于价格呢 我就要注意跟商品价目表进行一些比对 然后它销售的数据呢 我就可以通过它的出库单来进行核对 看它实际上发货的有数量 跟它账面上的一些信息进行比对 不是说这个被审计单位 它给你哪些信息 你就直接信 像被审计单位啊 它给我对于存货低价准备的计题 然后它这样的一个表格 我也不是直接拿过来又用 我也会对它的一些原始数据进行考虑 考虑生成相关数据的这个准确性 完整性 这是我们经常会考到的一个问题 后续章节练习的时候 大家可以反复的多去想这个问题 从被审计单位手里 拿到它提供的一个证据 就要考虑它这个证据到底可不可靠 包括这个数据上 有没有完整性准确性的问题 并不是说你拿来就用就行了 像我们在坏账准备这一块 应收账款呢 涉及到坏账准备的计题 如果被审计单位给我们一个账领分析表 好 那么你是拿过来以后 就按照它给你的这个账领 直接去算坏账吗 不是 我们就会考虑 它这个账领分的对不对 是不是按照正确的这个账期去进行划分的 那我们得考虑它一个 账领分析表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 再之后你才能运用这个账领 去进行一个坏账准备计题的测算 如果说你拿到账领分析表 就直接进行坏账的计题测算 认为结果满意 就往往就做的不对了 都是对于我们获取数据的一个考虑 好 第三非常简单就是证据相互矛盾时的处理 我们从不同来源获取的审计证据 或者获取的不同性质的证据 那他们之间的可能是一致的 这是我们最理想 就是相互验证说服力更强 但如果是不一致呢 这不一致我不能直接说谁是错的 往往都是要进一步追查 那么某一项审计证据就可能不可靠 应当追加必要的审计程序 不能直接选择你自己认为更可靠的 你自己认为更能信赖的审计证据 一定要注意啊 只要是不一致 我们的做法永远都是进一步调查 好 获取审计证据时对成本的考虑 因为我老说咱们会计师事务所是要赚钱的 咱们可不是一个公益组 那么我们在获取这个审计证据时呢 就会考虑说我们要在合理的时间内 以合理的成本完成这项工作 可以考虑审计证据的成本 与所获取信息的有用性之间的关系 说我大费周章啊 那观察了三天这被审计单位仓库人员的工作 那我因为观察是看人的活动嘛 那可能我对此又做了一些记录 这大费周章啊 获取的证据可能没有那么有用 那我们就相当于浪费了一些时间和精力 当然我们还知道 准则啊会对我们具体的一些工作有明确要求 比如说对于我们韩正 准则就会明确要求对银行这部分 做银行韩正叫应当对所有银行存款 然后以及说与银行交易网的重大事项进行韩正 除非是有一些特殊情况 那对于我们的存货 就是只要存货对报表是重要的 除非键盘不可行 就是要做存货键盘 那这都是有一个应当进行的程序的要求 你能不能说这被审计单位存货 种类呢非常多 放在多个仓库当中 我们考虑到存货键盘太难了 于是就不做存货键盘了 不行 那不又违背了准则规定吗 当准则规定的不可替代的程序 和你对成本的考虑放在一个天平上的时候 永远都是准则规定这一头更重一点 我们先要把该做的做好 剩下有一些程序啊 你是可以选择适用的 那你再去考虑说这个如何更好的控制成本 所以叫不应以获取审计证据的困难 和成本为由减少不可替代的审计程序 这样的表述啊 大家必须要注意客观题上可能会涉及到 好 那我们来看简答题的小问 ABC会计师事务所的A组组会计师 负责审计假公司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 与会计估计审计相关的部分事项如下 管理层在实施固定资产简直测试时 编制了未来五年的现金流量预测 假设年收入增长率为10% A组策会计师将其与京董事会批准 未来五年的销售规划及预算 进行了核对 结果满意 据此呢 就认为年收入增长率假设合理 好 那么这里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他对固定资产实施 简直测试的时候 编了一个现金流量预测 然后又预测说收入增长率是10% 其中我们又看 说我们是拿他跟什么进行比对加以验证的 是董事会批准的一个 这个销售规划和预算批准了 你比对说确实结果满意就合理 你觉得这个年收入增长率的假设 有证据证能它合理吗 这不从头到尾都是他自说自话吗 各位同学啊 就我们老说审计的一些题目就是语言题 你一读是管理层先编了这样的一个现金流量预测 我们比对的对象呢 是他自己董事会批准的这样的一个设想 有没有证据支持 没有 你要说未来啊 这收入有增长 是不是有一些合作的合同 说已经签订未来期间会执行的合同等等 多少要点别的证据吧 光是自己说那不行 所以答案就是不恰当 就他相当于是自己自说自话的内部资料进行了一个核对 得到这个证据呢 他也不可靠 如果你想要有可靠性啊 他可以说说 哎呦 我现在这个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的时候 那现金流量预测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已签订的未来期间要执行的合同来做的这个预测 但还有涉及到跟客户的合作 他的可靠性就会更强 光是自己内部的文件这不行 好我们来看单选题 线列有关审计证据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哪一个选项 A外部证据与内部证据矛盾时应该怎么办 矛盾的时候永远都是进一步调查 他说注册会计师应当采用外部证据 就一定是错的 因为有矛盾的时候 不知道是哪一边露馅了 肯定有一边是假的 我们得进一步调查才能确定 审计证据不包括会计师事务所接受于保持客户或业务时 实施质量管理程序获取的信息 这个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三章都提到了 是包括的这就是初步业务活动的时候获取的 以后呢还能继续用 作策会计师无需鉴定作为审计证据的文件记录的真伪 你看这说无需鉴定 对不对 不对 我们叫通常无需鉴定 那对于我们的这个文件记录一旦发现是假的或者说你怀疑它是假的 要不要实施进一步程序啊 肯定要 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有异常情况应当实施进一步程序吗 通常无需鉴定 但有异常情况的时候必要实请专家鉴定 他直接就说肯定不鉴定 这个错了 好 作策会计师可以考虑获取审计证据的成本与所获取信息的有用性之间的关系 我们叫可以考虑 但是不可以减少不可替代的审计程序 对吧 那可以考虑的说法没有错 那答案就是递选项了 好 我们继续看单线题 这里有关审计证据质量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哪一个选项 A 审计证据的适当性是对审计证据质量的衡量 这没有问题 适当性是质量 质量呢 与审计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有关 只有相关且可靠的才是高质量的 没问题 作策会计师可以通过获取更多的审计证据 弥补审计证据质量的缺陷 就是数量能弥补质量缺陷 对不对 不对 因为我们说数量更帮不上质量的忙 质量呢 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数量 如果说质量越好 那数量可能越少 在既定的做到戳破风险水平下 需要获取的审计证据的数量 受审计证据质量的影响 那这个是数量受质量影响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本道题 选择C选项了 好 我们这一节内容呢 到这儿就给各位同学讲完了 你会发现啊 其实这一节里我们很多位置都关注的是 我们是不是应当去做这个 或者说我们是通常还是可以 这种在选择题当中措辞的准确性 尤为重要 那各位同学一定要把握 因为我们这一节啊 几乎每一年都会考到选择题 只不过主观题个别情况才会有相应的小问 那审计证据的性质 充分性适当性 充分性是数量的考量 适当性就是质量的考量 那相关性是内在逻辑 那这个内在逻辑从两个方面啊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的测试方向 如果测试方向错了 那可不行 是正向的还是逆向的 比如说我们是逆向追查的话 那我们就是从时间轴角度看啊 我们是从会计记录 追查到原始凭证 从会计记录到原始凭证 这种逆向追查 针对的是发生认定 或者是存在认定 不能针对完整性认定 那我们正向呢 是沿着时间轴 从原始凭证追查到账簿记录 那原始凭证追查到账簿记录的话 针对的就是完整性认定了 好 那另外呢 还跟审计程序有关 对不对 我们不同的审计程序 可能针对不同的认定会起到效果 可靠性呢 主要是它的一个真解 其实我们更多的就考虑 说要获取更可靠的证据 这个应用上 就可能会涉及到主观题的判断 需要各位同学去关注它的考试风格 对于充分性适当性的关系 这个措辞啊 是各位同学要把握的 质量越高 证据数量可能越少 仅靠获取更多证据 可能无法弥补质量的缺陷 这个表述啊 还需要知道 好 那我们第二个呢 就是在特殊考虑上 给大家讲到了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对文件记录 可靠性的考虑 要不要鉴定文件资料真伪呢 通常不需要 因为注册会计师 不是鉴定文件记录的这种专家 但是如果你在工作当中 发现了这个文件记录 可能是伪造的 那一定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加以验证才可以 同时 即使我们不要求啊 对那个文件记录逐一的验证真伪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获取证据的时候 证据的可靠性 使用被审计单位 生成信息时的考虑 这个被审计单位 它内部生成了一个帐灵分析表 直接给我们了 是拿过来职业用吗 不是 我们会拿过来以后 先验证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证据相互矛盾的考虑 就一定是进一步调查 确定道别 谁真谁解 那对于我们获取证据时 对成本的考虑 就是可以考虑成本 但是不能减少不可替代的审计程序 这种不可替代程序啊 就是我们后续各章讲到的 一些审计准则明确要求了 注册会计师应当执行的工作 那这种应当执行 肯定都是我们审计中 非常重要的实物环节 不能够偷懒 不管题目中啊 给你讲到什么样的困难 什么这个被审计单位的存货 存放在地点比较偏远的仓库 注册会计师人手不足 不减盘一定是错的 然后呢 像我们的这个 在含证的时候 让我们是不是应当对一些 准则规定 应当含证的项目必须含证 其他的才是可含可不含的 那也不能够说含证数量较大 那对于这个客户啊 有一些重大客户交易金额大的 要含上百分考虑到这个太过麻烦了 所以我就不含证了 这种都是不可以的 那我们一定把它放到天平上的时候 是不可替代的程序是最主要的 在满足准则要求的情况下 才去考虑 可以做询问 可以做观察的时候 做哪一个呀 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啊 节约成本 这是我们对成本的考虑 好了 那我们这一节内容呢 给各位同学讲到这儿 这也是本章的一个次重点节 主要是有一些措辞啊 各位同学听来听去 感觉把握的就不是那么精准 这个部分的选择题 其实就是对措辞咬文嚼字的一个判断 这个要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我们第一节给各位同学讲到这儿了 谢谢 谢谢